旅行是會上癮的 走吧 我們去世界看看 沒想到來到倫敦的第三天 我們竟然睡過頭了 原本今天是抓早上六點半起床 不知道是不是時差的關係 我們兩個都睡得很沉 沒有聽到鬧鐘響 突然驚醒只能快速梳洗 匆匆趕出門囉 西敏市 原本打算參加西敏市主日生餐禮 可以免費進入禮拜 可惜我們睡過頭了 趕到的時候已經來不及路潮 就只能待在外頭拍拍外觀了 真的好可惜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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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帶著早餐來公園野餐 這裡的松鼠一點都不怕深夜 我們坐到哪裡它就跟到哪裡 是非常親人的松鼠 好可惜唷 享受完早餐日光慾後 漫步前往附近的板金漢宮 準備看11點開始的衛兵交接儀式 穿越了諾大的公園 與不少遊客擦身而過 注意到沿途有好多人穿著運動服 我們繼續往前走走 才發現這裡有舉辦馬拉松比賽也 好多地方都被柵欄圍起來了 白金漢宮 從維多利亞女王先居至此後 就成為英國君主位於倫敦主要的請宮寅辦公室 也是國家慶典與王室歡迎禮的舉行場地之一 第一次來到倫敦的旅客 有絕對不會錯過的經典 感覺的出來有不少遊客也是要前往白金漢宮 加快我們的步伐 終於趕在10點半左右到達白金漢宮 一路上也有不少遊客 驟逐在此拍拍照 越往前走發現遊客越來越多 大家今天都聚集在這裡參觀 所以我會跟我們有不少遊客 大家可能會說 過去先遊客 18五六四十堂 二八十堂 五十堂 一路上 咳咳 等了许久才发现 今天沒有衛兵交接儀式可以看 只能遠遠拍拍正在行種中的紅衛兵了 覺得好可惜喔 都來到倫敦卻沒有機會親眼目睹 提醒大家可以事先上官網查詢一下 確認當天有沒有衛兵交接儀式 才不會像我們一樣撲空了 國家美術館是歐洲首去一職的英國國家美術館 館前有一座大廣場 有一些街頭藝人會在大廣場表演和作畫 目前館場共計2300件 年代橫跨13世紀到20世紀初 強烈建議夏天不要挑中午餐館美術館 因為館內很多展覽廳是沒有冷氣的 覺得室內超級悶熱 悶熱到我們都快受不了了 不過也在這裡發現很紳士的一面 就是前面的人通過一扇門 會為後面的人扶一下門 等後面的人抵達後才會放手離開 原來在歐洲很多國家有扶門的文化 這樣貼心的小動作讓我們印象深刻 柯芬園市集 位於倫敦西區 原本是西敏市修道院的所在地 在300年前改為國菜市場 現在是觀光客壁港的鬧區 集結了美味的餐廳 街頭表演世界級的博物館和商店街 尼爾市庭院 有年輕人的購物界之稱 來到這裡突然下起大雨 我們就先去吃網路上推薦的炸魚薯條 吃起來真的很普通 沒有想像種好吃 喜歡我們的影片記得訂閱和開啟小鈴鐺喔